而至于在疫情的部分 台湾又新增了四起境外移入的案例 来自于印尼海医有墨西哥 另外台大医院接获了不明粉末包裹 粉末在经过彻夜检验之后 目前17种病原体都呈现了阴性反应 台大医院5号晚上收到不明粉末的邮件包裹 疫情时期人心惶惶 就怕粉末中带有病毒 北市卫生局接获通报后立刻通知机关署 检验体有送到机关署的昆阳实验室 有验了8种的病原体都是阴性 庄任祥表示粉末经过昆阳实验室同仁 彻夜检验又送到预防医学研究所 加验16种病原体 凌晨资料出炉 检验的24种病原体中扩除7类重复 因此共17种病原体都是阴性 而大家会这么紧张 就是因为国际疫情依旧严峻 又出现4起境外移入案例 今天有新增4例的境外一路的完肺炎的病例 分别从印尼跟墨西哥入境 案571 572 573都是印尼籍女性 年龄落在20到40多岁 10月22号搭同一班机来台工作 入境一直没有症状 11月4号进行裁检呈现阳性 确诊后住院隔离中 而另一名案574 则是本国籍的20多岁女性 今年2月到墨西哥工作 曾在当地接触确诊个案 11月4号返台入境时 出现嗅觉味觉异常 确诊后住院隔离中 掌握个案的同机建筑者31人 那其中16人是前后两排的座位旅客 那列居家隔离 那另外15人为机组员 则列自主健康管理 而随着美国进来 单日确诊人数再创新高 美国学者将疫情冲击下 美国各州和全球主要城市的 总体经济损失列成图表 发现台湾经济不仅没有损失 甚至出现了成长 也凸显台湾的防疫成效 在全球表现非常显著 东三新闻梁伟讯将近 坑方丰兰台北报道